放在我們所謂的乳腺下沉 產生一個叫做跳舞的胸部 嗨 各位好朋友大家好 我是豪醫生 今天很開心來跟大家介紹我們 女性同胞最關心的熔乳問題 首先以目前我們主要的熔乳切口 有大致三個大宗 第一個就是我們的腋下切口 第二個就是我們的胸下緣的切口 第三個就是我們乳暈周圍的切口 那這三個切口各有各的好處 首先呢第一個就是我們東方人 蠻多人採用的一個方式 就是說我們的腋下的切口 那它的好處呢 就是說它可以避免在胸部的前面 有產生任何的一個發痕組織 那所以可以導致你這個束後是相當的美觀 那也看不到在胸前有任何的痕跡 但是呢相對的它在操作上呢 它因為有比較長的一個距離 我們要特別從腋下這個把甲體放進去 所以呢它在操作上的距離 比較稍微遠一點點 第二個呢它在手術之後呢 小畢女士需要抱小孩的媽媽啦 或者是常常需要舉手的一個工作 或者是你擔心 你常常是穿著這些小可愛的運動族裙 你擔心腋下有傷口可以被別人看到的話呢 腋下切口也是需要考慮的一個切口 那第二類型的話呢 其實是西方人最常使用的一個狀況 因為呢西方人最常使用的就是這個 胸下緣的一個切口 原因呢就是說本身西方人 白人它的疤痕產生的機率比較低 那我們東方人的一個狀況 可能會有這個疤痕的考量 但是呢它有一個絕對的好處 就是胸下緣的切口其實 離我們的這個乳房是很近的 我們在切開的一個情形之下 就可以直接把這個甲體放到正確的位置 那在手術之後的回復 是相較於這個意下來的快的 那也因為這樣子的情形之下呢 有的時候如果你是胸下緣高低 特別是窄胸啊 或者是這個胸圓特別低的一種情形 你可以透過胸下緣的一個切口 重新去調整這個胸圓的一個高度 那所以現在目前也是相當多人採用的一個切口 那它在漱口的疼痛感是相對比較低的 好那第三個切口呢 是採用這所謂的乳暈切口 那這個切口呢也是一個點 就是說它的本身呢 傷口是在胸部的正前方 但是呢它透過胸貼啊 或者是透過一倍正常的內衣 大致上都可以擋住它的切口痕跡 只是說呢在胸圓切口這個地方 可能會導致這個乳暈乳頭的感覺 比較長時間的一個不敏感 或者呢是說在這個 乳下這個地方可能有稍微有一點點 凹陷的痕跡啊或者是發痕的一個狀況 那這個就是乳暈邊這個切口的一個好壞處 那這個也提供給大家做選擇以及參考喔 接下來呢在你決定好切口之後呢 那好意思就要跟你討論啦 我該放在什麼層次呢 那在這個胸部的一個乳房 甲體放進去的我們的胸部呢 本身分成幾個層次 第一個呢是皮膚層 第二個是我們黃色的跟這個的乳線層 第三個是所謂我們肌肉層 所以呢本身呢 甲體呢有好幾個位置可以去置放 那目前呢大宗呢是所謂的 我們所謂的乳線層 乳線下層還有這個肌肉下層 好那今天呢甲體你決定呢 放在這個乳線下層 首先呢你要有一個好的一個乳線條件 就是說呢通常我們會去測量這樣子的上胸 甲體你的上胸的軟組織呢 就是這個乳房的組織 大概有在2到2.5公分以上 才是比較適合放在我們所謂的乳線下層的一個胸部 不然呢我們就會好像這樣子的一個情形 假定呢你今天乳線假定是A罩杯或者是小B罩杯 你本身的皮膚就很薄 你還把它放在我們的乳線下 其實就很接近是皮膚下 這樣子你相對的邊緣感會來的比較明顯 所以通常呢在軟組織很薄的人呢 是不適合放在乳線下的 那不適合放在乳線下呢 我們可以選擇哪一個層次 我們可能就會建議放在所謂的肌肉下層 那這個肌肉下層也是很多的人 它適合的一個層次 原因呢它假定它的條件不是太好 它就會多了一個上胸的肌肉的一個秤墊 所以這個秤墊呢可以增加我們這個軟組織的一個包覆度 那它有幾個好處 第一個呢可以減少我們的這個夾膜完收的機率 第二個呢它在這個乳線的上面呢 也提供了比較厚的軟組織覆蓋 它也比較不容易看出邊緣感 那除了肌肉下層以外呢 其實還有目前最新的還有大宗都會採用的 所謂的雙平面的一個層次 原因呢就是假定你單純放在肌肉下層 這個夾體很有可能會因為你的活動 或者是做一些手臂的運動 或者是一些重訓 它會產生一個叫做跳舞的胸部 Dancing Breath Syndrome 就是說呢它會因為我們的胸大肌的活動 導致我們這個夾體會跳動 所以呢我們才會有醫師眼鏡需要做所謂的雙平面 雙平面呢就是在我們這個下層 把這個胸大肌做切斷 那這個切斷之下呢 我們就可以讓我們的胸部的夾體 上層有胸大肌的覆蓋 下層則有單純有這個乳線 以及皮膚去做覆蓋 那這就是我們所謂的這個雙平面的一個層次 那也是可以改變改善我們這個胸部會抖動 或者是夾體會往上飄的一個層次 那這兩種的一些狀況 或者是這一些的層次 也都建議你跟你的醫師好好的去做討論喔 如果你喜歡我的影片的話呢 麻煩幫我按讚訂閱 如果可以的話要記得開啟小鈴鐺喔 才會通知郝醫生的所有影片 如果你關於這個還有任何的問題 歡迎你在底下留言告訴我 我會盡快跟大家做回答喔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